通过选秀进入CBA的史仪,已经入选了中国蓝蓝红队,去年CBA选秀撞成营俊,在广州龙诗队获得了稳定的出场时间。 明天上午,CBA选秀大会,将在万达加华酒店举行,始于2015年的CBA联赛选秀训练营机选秀大会,此前已经举行过三届,对于即将到来的第四届,有些东西你需要提前知道。 以选秀大会越来越伤到,2018年CBA联赛选秀训练营机选秀大会,由中国蓝胁兽全CBA公司举办,北京市竞赛管理中心和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协办,选秀训练营7月26日至28日举行。 在三天里,报名参加选秀的球员将接受体能测试、分队训练,与两只高小球队进行对抗赛等考验,按照的安排。 今晚这些球员还将分队参加公开业赛。 明日上午,CBA选秀连续第二年,在万达加华酒店正式举行,2015年选秀大会并没有专门的会场,低点点在联赛办公室举行。 各俱乐部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,完成整个选秀过程。 2016年选秀大会的地点在上海,而今后在球队积权成长台按照规定,CBA联赛20队均拥有选秀权,他们可以在选秀大会上选走各自心仪的球员。 但是,因为CBA特殊的情况,很多球队在选秀大会上,并没有行使选秀权,而是分队选择弃拳。 统计数据显示,在CBA选秀大会历史上, 81、北京、山东、四川、广沙、辽宁、广东、新疆这八支球队连续三届选秀大会选择弃拳。 就拿2017年选秀来说,2016到2017赛季,季后赛球队除了深圳队在第二轮选择自己退送的青年球员红玉瑶,其他季后赛球队全部弃拳。 三前三届只有20人重选过去三届选秀大会,一共只有20名球员被选中,其中11名球员来自2017年选秀。 事实上,能在联赛中站稳脚跟着选秀球员连聊无几,其中最出名的刀数天津队,2016年第一轮第三选位选中的史仪,他已经入选了南蓝国家队。 另外,2017年选秀大会撞成赢聚在上赛季,也获得了足够的出场时间,算是选秀大会的一枚错过。 四报名人数达到满额50人,虽然选秀大会,一向不受强对待见,但从2017年开始,选秀大会的关注度还是越来越高。 报名参加选秀的球员非常踊跃。 去年,参加选秀的人数接近50人,今年的报名人数,则达到50人的满额限制。 据了解,和以往不同的是,今年CBA选秀在一系列规则设置上更加灵活,开放。 比如,有6名球员由NBL俱乐部推荐,其中包括曾经入选或国奥蓝蓝的江雨昕,580大选生球员等待机会,在选秀训练营开幕式上。 中国蓝蓝蓝主席姚明表示,选秀大会对年轻球员来说是一个劝新的开始。 你们中有专业青年队出身,有大学生球员,在经历了CUBA生涯后,期望你们能登上新的台阶。 其实,选秀大会对大学生球员来说,确实是他们登陆CBA联赛的重要平台。 2017年选秀大会,就有多名大学生球员被选走。 今年选秀大会报名参选球员中,共有9名大学生球员。 不过,最后参加训练营的只有8人,分别是宁波大学后卫官业家,太原理工大学后卫王思琪,北京大学中锋万世卫, 景庚山大学后卫威国强,南京邮电大学后卫吴正瑞,山东农业大学中锋乱小军, 田津大学前锋李怀明和南京邮电大学后卫陈一天。 尽管不少大学生球员通过选秀大会进入CBA联赛,但真正能在球队获得一定出场时间的球员少之又少。 六吉林队通过交易或撞签今年CBA选秀,首次允许各志乐部之间互换选秀权。 在昨日公布的今年CBA选秀大会选秀权顺位中,吉林队通过与八一队互换首的选秀权,从而获得了撞签。 此前,吉林队的顺位为第四,八一队顺位为第一,四川队和天津队分获第二和第三顺位。 其体测数据有球员严重片刻26日上午和下午,报名参选的球员,进行技术和体能测试。 在昨日公布的体测成绩中,太原理工大学后卫王思琦,在专项速度耐力方面表现不足。 四组成绩分别是60秒04、60秒00、62秒00和61秒66。 在上下之力量测试方面,不管是深蹲还是卧推,他的成绩都上了双。 体测中,有些球员的数据起伏很大,比如25岁的陈海,他的深蹲是所有球员中最多的,达到30次。 在卧推成绩为例,说道上下之力量,最平均的当属20岁的袁振良。 他深蹲24次,卧推22次,后者为所有球员中最高局。 本财写行经报记者向万里本版图片All Sports。 。